台下跟可爱吉祥物开心合影 新竹市长高宏安到智利动物园参加签约仪式 接下来也形成满档 即将跟消防局长以及一销团出国到越南 遭议员指控借机跟团出游 市长被抓包是跟团出游 就马上改口说是为了招商公务而出访的行程 请问陪同高宏安市长出访的有哪一些局处长 请问是要消防局长亲自招商引资吗 市府表示因为新竹市一销团队 去年勇夺全国一销体系能竞赛亚军 为了奖励他们出团去越南 消防局也说行前有跟一销选手共同讨论 时速规划跟过去差不多 饭店含早餐一碗2300元 比国内一般旅速还便宜 摊开六天午夜的越南縣港行程表 大多是吃喝玩乐 第一天参观当地粉红大教堂和热门景点 最美海湾山茶半岛 晚上下榻饭店大厅金碧辉煌 拥有24K金砖的墙面 29楼还有无边际泳池 相当奢华享受 或知我们得到 一销得到如此一个殊荣的时候 立即也寻前市长的往例 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考察 考察行程的安排 我也不枉此行 我当然也是到了越南 也会来跟我们在地的一些台商 来进行相关的一些会议 那包含说希望能够跟他们讨论到 更多招商引资的可能性 市府人员透露前市长许明才 林志坚等历任市长 都会陪同益销出国 高桓安这次随团四天 依照网例会动用市府第二预备金 奖励益销选手出国 只是国际展演中心和香山运动馆 才因攻其延宕 被中央收回两亿补助款 市库收入锐减 现在却动用预备金出访 恐怕也让市民观感不佳 天文学院的陈世民 也认为是黄定文新竹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